我做出来的东西 就让每一个人吃到就知道 那是谁做的 每次都一样 我不会变 三十年前 因为一间台北食品名店的栽培 让吴师傅拥有一身烘焙好手艺 为了不让这好口味 在突然的席灯歇业后走入历史 吴师傅带着感恩图报的心 将顾客怀念的好味道 带回从小长大的故乡 白鹅村的山脚下 不想让葡芋在我的手上消失了 我就尽量做到说 跟以前葡芋的是一模一样 要自己想吃 敢吃的才能卖给客人 谨记老老板的教诲 吴师傅坚持纯手工制作 用料上也不马虎 这项每到年前 就会热销一空的桂花年糕 可都是经由师傅亲自打粉 掌握Q度 并选用纯的圆糯米制作 如果不用圆糯米的话 穿到一些我们吃饭的米缝和米缚 对桂花年糕本身会比较硬 口感会比较差一点 混合适当的水 经过适度搅拌后 成为Q弹松软的果脆 接着来到炊煮的阶段 古老的快木蒸笼 也是美味的关键 第一个好处就是说 它有一种香气 而且那个年糕可能 香气会比较好一点 另外一个就是 快木蒸笼它会吸水分 不会滴水 做起来年糕就不会烂嫩 精卷掌握火候和时间 鸟鸟却烟中 弥漫着师傅对糕饼最纯粹的心 每一道程序都和美味环环相扣 快横卷的手镜 沾上自制的桂花酱 捏制出一块块特色桂花年糕 因为它糯米是甜的 所以桂花酱是咸的 所以吃起来的 除了好吃以外就是不腻 另一样正店招牌 便是他们的酥皮四宝 36层的酥脆口感 来自吴师傅赶皮时的好功夫 现在开始的这个步骤 是我们酥皮类最重要的一个步骤 这皮干里面的酥 能够把它压平均 每一个地方都有 一层一层的层次就会出来了 一压擀 第一次 我们叫做一瓶就折过来 一般黄间是没有折 所以这一道手续 擀第二次叫二瓶 等一下要包东西的时候 会再擀一次 三瓶一折的工法 为大家熟悉的蛋黄酥 带来另一层口感 在一次无心插柳中 顾客加入牛肉的想法 让吴师傅研发出 全台独一的牛肉蛋黄酥 牛肉它的那个口感还不错 还有它的蛋黄蛮香的 皮也蛮酥脆的 坚持传承 昔日好口味 让回到家乡的吴师傅 逐渐地为品牌 打出好口碑 不仅找出自己的特色 也让好味道广为流传 我吃的是桂花年糕 很Q跟一般的 传统的年糕不一样 而且不黏牙 有桂花的香味 吃起来不会腻 第一个就是手工 我们家的东西都是手工做 几乎是每一块酥饼 都是吴师傅亲手去揉制的 第二个是独特 很不一样的 吃不到的买不到的 第三个就是不加防腐剂 第四个就是这个 当然是要好吃了 一改古早包肉馅的大饼 添加多种坚果水果的鹅仔饼 成为顾客健康新选择 而在近期更是研发出 添加桂花酱的特色平稀饼 每一样的独特 都是吴师傅的用心 对这个溥仪这个品牌 有一份感情 然后也有一份责任 我们也是被他的这样的一个 执着的精神所感动 未来的希望就是能够 做得比现在更好 不能让溥仪砸了溥仪的招牌 所以就是要坚持 应该是很害怕的 这就是想要坚持 转你 应该是这样的 关心 北湾 这边 我们也 follow 我们一起玩